大家好 郭文贵先生在和中共在美国的代理人泰盟集团PG历史五年的一场官司中出现了重大的转折 法官驳回了郭文贵先生破产和不破产的诉求 出现了一个新的角色Trustee 然而Trustee事件却成为郭文贵先生反败为胜的大杀器 什么是Trustee? 在美国 个人或公司在生活或经营中 依法承担有限的经济责任 比如 债务人欠债1万美元 而他个人全部财产加起来不够5000美元 在债务到期时显然无法偿还债务 资不抵债的时候 个人或企业可以在法庭申请破产保护 郭文贵在康州法庭申请破产保护 就是要终止债权人PG的追债活动 进行财产保护 债权人享有依法获得债务人财产补偿的权利 这时候 法庭必须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的合法权益 需要把债务人的剩余资产冻结起来 任命法庭信任 双方同意的中间人来监管债务人的剩余资产 既要保证债务人的生存和诉讼费用 也要替债权人管好财产 避免债务人转移资产 逃避债务 破产案件涉及多方利益 对其进行合适的管理是公共利益所在 这个财产管理者 中间人就是Trustee 就是法庭和双方都Trust信任的人 Trustee在破产案中的职责和权利 Trustee显然必须熟悉破产法 郭文贵先生破产案中 适用法律破产法第十一章 所以 该案的Trustee也被称为第十一章Trustee 另外Trustee必须熟悉各种财产属性 懂投资和会计规则 如果Trustee做不到中立而偏向债权方 譬如LadyMay川等不在郭文贵名下的财产 是否划归郭文贵 他可以动议同意 也可以动议异议 可以最大化郭文贵的财产范围 也可以最小化郭文贵的财产范围中 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 当债务人以资产豁免要求解除债务时 Trustee审查债务人解除债务的权利 并可能对豁免提出异议 或者他们可能完全反对解除债务 从而转为第七章破产 将郭文贵、债务人进行破产清算 出售其所有资产 然后将收益分配给债权人 Trustee管理债务人的每一项开支 可以让亿万富翁过着穷人的生活 所以Trustee必须中立和债务人、债权人都没有利益关系 指定Trustee人选的必须是 美国司法部的Trustee办公室负责给联邦法庭破产案推荐必须中立 跟债务债权双方都没有利益关系 不存在利益冲突 Comfort interest 双方都可以反对Trustee人选 最终由法官依法决定任命 恰恰在这个环节上出现了匪夷所思的事情 司法部将自己花了近20天 正常是7天才确定的 符合司法程序规定 已经走完流程宣布签字的律师Jody Willey 突然在没有通过法官 没有通过郭文贵先生同意的情况下 一天之内换掉了Trustee 而新Trustee人选Luke Dispense跟案件主要债权人 P.E.G.存在深厚的利益关系 推荐这样Trustee的司法部 显然没有对Luke做到起码的禁止调查 还有以下一点 一、原来已经任命的Trustee为什么会突然更换 二、为什么法官很不高兴 且要求Luke提供说明他所在的律所 Paul Hastings和P.E.G.和中共国的关系 三、司法部Trustee办公室 是否知道Luke和债权人和中共深厚的利益关系 四、什么人主导的Trustee更换 此人的背景和理由 五、 更换Trustee时为什么郭文贵先生的律师没有征询郭文贵先生的意见和授权 没有禁止及时提出异议而是不知可否 狐狸终于出动了 郭文贵先生在美国打这些官司的目的就是要扯出每一个官司的背后 中共在美国司法界部下的黑手 看似不利的结果 郭文贵先生却兴奋不已 中共的每一次的行动都是郭文贵先生回击中共的证据和有力的武器 最后也是正常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订阅 我们只是希望你在川普洋里的看估讯 请不吝点赞订阅